6500万年前 恐龙的衰落为哺乳动物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世界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一种体型和大老鼠相仿的哺乳动物 很快宣告了自己的林地 这个动物就是所有林长类动物的祖先 在原始时代 一种独来独往的夜行动物 在相对比较安全的树上 四处挖掘寻找无脊椎动物和树叶 现代从后和早已灭绝很久的祖先 无论是外表和行为都非常相似 它们仍旧独来独往 在夜间出没 体型也没有变化 小的可以让人握在掌心里 而且面前还长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 在树枝和树干上拍下尽有尿液的长印 以此来标志它们的林地 它们仍旧会伏击昆虫 凭借那双大眼睛和灵敏的耳朵 在黑暗中能轻松锁定猎物 当太阳升起之后 从后躲藏起来开始呼呼打睡 就像它早期祖先的做法一样 那就这么多了 需要给你举一半一半的一半的层面 在类似的里面里也便宜来